當下幾天 孩子什麼耍廢情文 讓你看到最刺眼 耍賴看電視 她是為了看媽媽吧 對啊 她的腳是這樣 媽媽真漂亮 好想念她 對 我女兒真的非常非常地會耍賴 她其實是一個不准看電視 她明明知道 因為我平常不讓她看電視 或者是看手機 或者是iPad什麼的 那因為我知道 她現在才不到四歲 這樣子對眼睛很糟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好 我們可以一起有家庭時間 就是在週末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看電影 那大家都知道電影 都是一個多小時嘛 所以週一到週五不能看 然後到了週末就可以看 然後可是她通常都會故意 現在就開始講說 可是我知道你們想要看電影 但是我很想要看什麼什麼 比如說什麼Dora 或者是什麼Pepper Pig 然後她們都會有那種 一集一集 大概二十多分鐘 她就會開始跟我討價還價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看一集 那看一集之後 那我就說那你晚上電影 就是變成不能看全部 她就說沒關係 我發誓 她會講我發誓 她就講我 我祝福 我會很棒 這樣子 給爸爸 幾歲的人講這種話語 但是Anyway 就跟她一起看 然後她就會說 好 那現在二十 這個二十分鐘一集 那我可不可以再看第二集 她就開始跟我討價還價 然後到最後我就說不行 然後當我說不行 準備要關電視 她就開始演那種 你知道人家 人家不是那個Homerun嗎 就要跑回本壘有沒有 然後跑... 然後這樣桂花有沒有 用桂花的方式 然後就開始撲在地板上說 阿拉利 Ruby她是你的小孩沒錯 不要關電視 就開始這樣演那種你知道 然後我就會很冷靜地看她說 你自己說 I promise mommy 然後她就會這樣 OK 謝謝媽媽 好可愛喔 她就要冷靜下來說 謝謝你讓我看電視 但是每一次一關 她就會這樣子 所以我每... 就是每次周末都要演這種戲 不好幾次 她之後還會自備音效 對 對 對 或是她會跟我們 Keyball老師借那個音效 就自己放音 她有沒有問妳說為什麼不能看 有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你如果現在看的話 你就是眼睛會很容易就 那我不看電視我能幹嘛 可以做別的事情啊 什麼事情 我去年就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有做那個 暑假的時候有做它的行程表 就是非常的 很恐怖 很輕鬆吧 就是其實還是就是一些 學習跟遊戲 是滿充實的 有各種 然後我今年呢 就想說跟我孩子溝通 就是大二寶公說 你們自己去畫個行程表 你們去做看 你們這暑假想要做什麼 自己去安排 假設你喜歡畫畫還是幹嘛 你自己去做 時間給你自己安排 然後呢 我家的二寶呢 一拿那個行程表給我的時候 我整個快要吐血 因為它上面就只有 打電動 然後睡覺 吃飯 漂亮 而且還寫出這 你有沒有看到... 你教他自己 你教他自己 而且你看 這個媽媽看得氣不氣 幫爸爸按摩 週一到週五 把媽媽放在哪裡 OK的啦 哪裡OK 它至少前面 有讀國語日報 而且你看喔 它的行程表中間有一個 非常非常窄的一排 看起來像只有半小時 上面寫自行安排 但是你仔細看 所以應該也是打完電動以後 意猶未盡的繼續打兩小時 五點到六點打電動 六點到八點自行安排 特別的窄 跟打電動排在一起 他以為寫 是一臉大人會看不清楚 對 因為我們現在就有點看不清楚 我自己看不清楚 所以我後來叫他們 叫那個二寶照回來 真是 就是我不相信他自己來安排 你那個心酸那一種 心得啦 心得 對 對 對啊 對 我真的願意自己吃 自己睡 我覺得很棒 對啊 自己是沒有童年了 不是 這不要說你的小孩 這個也TERRY都做不到 對啊 這個辦法 現在都做不到 你也太廢了啦 這個 可是他們在開學 回到校園的時候 他們就會沒有辦法 跟上規律的生活 就會一直被老師叮 我們就會被老師罵 因為我女兒 我倒希望他可以這樣排一個 隨便的行程 不用這麼難 但是就是很簡單 可以自己做到就好 但是他 他的暑假生活是沒有行程 就是在家 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 然後看電視 翹二郎腿我不知道 反正不是學我的 是不是學媽媽 我就不知道 然後一邊吃著零食餅乾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講說暑假 就是他不用上學 帶他出去 開心啊 戶外走一走 帶小孩去玩 小孩不是都喜歡出去嗎 他不要耶 他說 然後在家吹冷氣好舒服 我不要去外面 然後他就是要看電視 我就不希望說他這麼小 就在家當個扶女你知道嗎 就腐爛的女孩 他現在大阪 升大阪而已 這行程表借你 這行程表借你 這行程表借你很大阪 等一下我拍個照 你知道我有一次籃球場泡了他 然後呢 清晨五點半去打球 我說你那麼早來打球 他說 那你幹嘛要怪小孩 真是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脾氣最好 又怎麼跟小朋友 溝通的張老師出書了 謝謝 大阪老師 謝謝 好可愛的原色 幼兒的補血 專注力遊戲 製造一下 對 就是不要用那個行程表 不要擔心 因為全部你們都在意的是 孩子在暑假 好像都沒有學習 沒有成章 對 所以你想要做很多事情 不用啦 看這本書就好啦 裡面好多的遊戲 對 可以帶著孩子每天玩一個 還可以重複玩 幫助孩子在下一個學期 可以好好讀書 好好寫 而且是 專心讀 專心寫 所以暑假最重要的點是 我們的坐席一定要安排好 所謂安排好是 至少你早上幾點起床 該睡覺要睡覺 這樣至少到開學的時候 你的那個坐席 什麼時候睡覺 什麼時候起床 比較規律了 那只是把那個活動內容 換一下而已 還會比較好一些 恭喜 大媽媽 謝謝 好 所以放假在家 爸媽常常會看不順眼 那我們有第一個狀況就是 孩子身體不適病痛 發生意外走失 對 平常有在帶孩子出門的時候 孩子會生病 或發生意外突發狀況有沒有 我女兒從她大概三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不斷都會帶她出國 然後她出國這麼多次 到現在三歲 都快四歲 她最常發生的事情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就是基本上你在當媽媽之前 你不會了解說那種 一個這麼小的身體 可以吐這麼多你知道嗎 去年我們帶她去泰國 住一個月的時候 她也是 她跟她爸爸一起 先去了一個禮拜 然後在最後第七天 我準備要過去的時候 她就呈現了要感冒 要發燒的症狀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說 怎麼辦呢 結果後來我們就先去 去吃東西的時候 去了一個那種高級餐廳吃東西 然後結果她就 在那個時候就跟她爸講說 爸 鼻 我想要喝那個 橘子汁 柳橙汁 我一聽到柳橙汁 一定知道嘛 她就是感冒發燒 或者是不舒服 尤其咳嗽 絕對不能喝的對不對 我就立刻要阻止她的時候 她爸就已經跟人家點了 就 橘子汁 please 她一點了之後我就說 妳不知道她一咳嗽 她就是會吐嗎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 全世界的所有的醫生都說 咳嗽不能喝柳橙汁 大家都知道嘛 她不相信 結果後來柳橙汁一來了 結果她 妳就看到妳知道 妳就女兒跟爸爸在那邊 I love you daddy 然後硬哥下去 我就看到她對面這邊 就是在等 在那邊姓名鼠 5 4 3 2 1 一開始 她連續過了大概 大概是不是30秒 我真的沒有騙妳 我就只能在旁邊 就馬上刷旁邊的紙巾 然後什麼就開始什麼 接接接接 然後你就看到她爸 就只能就把她像爆炸彈那樣子 就這樣子離她那麼遠 然後就看她一直吐 妳不能走動 因為她走動 她還在吐 就不是到處地上 對 所以妳一定要站 在現場等她吐完了 然後我才只能就是 讓她去廁所就是整理完 然後整理完之後 你知道那個 要去當地看醫生 然後他們就是好意 就說妳要去那種私人醫院 基本上私人醫院 它一定是比較貴 然後妳也就是溝通不了 但還好就是他們的醫生 一定會講一點點英文 所以她就很簡單講說 OK 腸胃炎 腸胃炎就是會讓小孩子 會一直很容易吐 那後來呢 我就立刻就問醫生說 那醫生請問 有什麼是他咳嗽的時候 不能吃的東西嗎 然後他就說 就是任何跟 有關的 有關的 大家也知道在加拿大看醫生 其實是 妳真的太誇張了啦 沒有 我跟妳講 真的 這是 這個是我出國一定要必帶的藥 藥帶 妳這整個是個行動的藥房 全部都是給小朋友的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 防止小孩吐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糖漿 那因為你知道這加拿大看醫生 本來就是比較難 所以有很多那種 他們就是請妳自己 要在家裡準備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止吐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防止那個什麼 流感 A跟B的流感 還有這種 對 就是預防流感的藥 還有這種超厲害的 玩家要帶這些藥真的OK嗎 而且很重耶 你不要帶那麼多嗎 這無可厚非啦 因為Ruby很擔心 他孩子有症狀的時候 無藥可用 但是這麼多 其實我想很多的家長覺得 這個行李箱都不夠放 所以我給大家一點點 如果你今天真的去到 像剛剛講柬埔寨 或者是一些比較真的 找不到藥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是遵照 這樣的一個指示 第一個 就是一個小小的急救包 一般的這種OK棒 生理解釋 這就是我的小小急救包 不是嗎 你那叫大大 不行 小小的急救包 你這急救包 因為我臉膏更大 你這小小急救包 你那個比飯店的調酒 還要多品 不是 超多給心的 然後我會叫 這個三種藥膏 來給大家建議 外用藥的防溫防晒 那第三個藥膏 就是肋骨醇藥膏 一百搭 被蚊子咬也可以 或是濕疹也可以 熱疹也可以 反正各式各樣的皮膚狀 大部分肋骨醇藥膏 是還滿好用的 是 那吃的藥就不用這麼多了 我低於就是退燒藥 所以剛剛這個退燒藥 就OK了 退燒藥 然後再來感冒藥 我通常就帶一個最簡單 像台灣常常會有一些 一個藥水 是咳嗽鼻涕一起兜 一天你就帶那個就可以 再來就是腸胃的藥 一般來講 如果你孩子本身 就有一些慢性病 當然這些藥要帶 對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最簡單 我就是帶 那就是便秘也可以吃 了解 這個有一點的腸胃 不是也可以吃 就是輕度的 大概都可以解決 對 好 然後這個其他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有什麼病 氣喘 骨性病 針對個人 所以這樣的話就一目了然 比較清楚你要帶的是什麼 你真的太帶 好啦 那等一下有幸福的 你看有誰想要拿走就拿 不然會過期耶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對你般的按下鈴鐺 對我們就講完